接下來呢我們要做增量備份 增量備份的意思就是說假設我現在在workspace裡面 我本來有這些檔案而已 然後呢我就在比如說我用colind-3-y好了 然後呢我把它放到我再產生一個新的檔 這樣子 CL打錯了 CL這樣 好 各位可以看到我們剛剛產生一個新的檔案就是這個檔 對不對 好那我之前已經備份過了啊 那我只要針對新的檔案來做備份的時候 你就是在剛剛備份的地方 好剛剛的那個備份的指 打包跟壓縮的指令再拿出來 對不對 我們剛剛有一個snapshot 這個 好那我備份呢我是新的備份我就再多一個 識別 對不對 然後呢我一樣做同樣的動作 他就會告訴你說他這裡面有這個檔是新的 所以他把它壓縮進去了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齁這兩個檔案的大小 各位有沒有發現新檔案他的大小比較小 對吧 對吧 你照道理講你加了新東西 這個東西 你在備份的檔案應該會比他大吧 對吧 可是你會發現他的大小其實沒有變得比他大 原因是什麼 因為他就是做 有多出來的備份才備份而已齁 所以我們來單獨 我們來試試看齁 MKDI 然後呢我們把 是1 先放到tmp裡面 好那我們針對他是 tax 針對這個檔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齁 Wallspace 對不對 他有這個 他只有一個檔欸 我們剛剛有很多檔 為什麼現在只有一個檔 因為那就是差異的部分而已 差異的部分才會被加進來 齁 所以呢你在還原的時候 還原的時候呢你要怎麼做呢 我們先把這個 解壓縮的Wallspace 先把它刪掉齁 那我們 這邊還有一個backup的這個檔 我們把它一樣也搬去齁 就是最先的那個檔案齁 一樣放到tmp底下 好 好 這兩個是我們剛剛的備份的資料齁 最先備份的是底下這個檔 這是最先 這是後來再備份的齁 那他就是取 新的 資料跟舊資料之間的差異齁 把這個有差異的部分呢把它 備份起來 這個我們稱之為增量備份 好但是呢你在還原的時候怎麼做呢 你要從 backup 我們用這個tax 對解壓縮 然後bfz 然後呢點ta 這個新 最最先做的那個呢 先把它解壓縮 對解開之後呢 那我們再解第二個 之一 這樣子 好所以這樣 從最舊最最 最舊的開始一路往回解壓縮 就可以得到 跟目前一模一樣的這個解壓縮齁 就是 一模一樣的檔案跟目錄的架構 好 好那如果說 好你只有 用最新的去解 你會發現 只有一點點 好那各位可能會有個疑問說 那我可不可以 每一次呢 都做完整的壓縮 而不是做這個 差異或增量的壓縮 跟備份呢 沒有什麼不好啊 只是 當你檔案很大的時候 你想想看如果說 你的資料呢 有一兩G 每次都要壓這一兩G的資料 其實是很花系統支援的 很花時間的 那好處是什麼 每次解開 就解一個檔而已 那解開就是跟你 當初備份的是一模一樣的 沒什麼不好 只是要花很久的時間 而且會佔據 很大的儲存空間 這要特別去注意 好所以呢 我們通常會把什麼 這個 新的資料呢 跟舊資料之間做這什麼 差異的備份 增量備份 出來 所以後面 備份的時候速度就會增快了 因為他只比對 時間差 比較新的我才備份 那所以要備份的資料呢 通常是比較少 然後所佔據的儲存空間也比較少 這是一個 還蠻不錯的一種做法 好 那 篩選查選的結果呢 比如說我們要Grip 這個是 ROOT是代表要查的資料 然後這是從哪裡 從哪個檔案 所以假設 我今天懷疑有人在使用這個 在我的電腦裡面 或者是外界有人用 Root這種全新在嘗試 要進入我的系統 那我怎麼看呢 我可能就是到 VR底下的Log 這個 那這邊呢 我們剛剛已經有講到 一個Messages 對不對 或Secure Secure這邊 那假設我們要查查看這裡面 有沒有 Root的 用Root在操作什麼事情的 直接打Grip GREP 然後呢 Root在哪個檔 Secure 這樣子 Enter 沒有權限 所以我們要加 OK 好 那這樣子 你會看到它是什麼 在這邊 有root的 跟root有關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假設我現在是針對Messages OK 好 那這邊 Root有相關的 就會列示出來 那如果說我用Cat呢 這樣看啊 沒有反 把顏色 標示出來 我們sudo sudo 切換成超級使用者 然後呢 我 現在目錄就是VR Lock底下 好 然後我做同樣子 GREP Root針對Secure 有沒有 它找到的對應的部分 紅色 就會告訴你說 你剛剛在找的東西在哪裡 這樣子一路看一下 然後你要Session Closed UserRoot 誰關掉的 在哪個時間點 下午4點05分 這樣子 Session的部分 好 那這邊呢 Open Session Open 是誰開的 在幾點幾分 做了什麼樣的動作 就會有相關的資料 所以GREP呢 就是可以去過濾 你剛剛查出來的 假設我們不用GREP的情況 我們來看一下 假設我用Cat 然後呢 這個SQ 它就很雜啦 什麼都有 這個SQ跟Root比較有關 GREP Root Root 再Messages 它就是挑 有跟Root相關的資料 才把它列出來 好 那如果說 我不加GREP呢 我是不是用Cat 它資料是很多的 很雜 什麼都有 這樣子 像這些沒有Root的 它也把它列出來 所以 基本上 它就是 有GREP就是有過濾的功能 比較 精簡方便 好 那VIM 這個檔是蠻不錯的 它用來做程式編輯器 那編輯檔案 我們先退回 剛剛的 好 假設我在這邊要編輯一個檔案 我們到Workspace 好 那我要編輯一個檔案 就是VIM 然後呢 新的檔名 比如說 Java Hello 點Java 假設我要寫一個檔 程式檔在這邊 好 那進來呢 你會發現它告訴你是一個new file 對不對 那我要開始編呢 我開始編輯它呢 我就是要按什麼 你直接按I 英文字的I 按下去 它就會insert insert就可以開始寫了 你要寫什麼 public class 然後呢 Hello 然後呢 接下來什麼 大國號 大國號 然後這裡面有個什麼 public system.out.println 然後呢 Hello 這樣子 好 欸我打完了 要怎麼辦 按鍵盤左上角的ESC 鍵盤左上角的ESC 按下去之後 底下的insert會不見 然後接下來按帽號 存檔就是W 按enter它就存檔了 可是你還沒有跳出去 它告訴你多少個 5行 110個character被寫入了檔案裡面去 好那如果說你要跳出去就是 你已經存檔過之後呢 好你按 ESC 冒號 Q 就可以離開了 好假設你沒有存檔 比如說我再多加了一個東西 多加什麼東西 按enter 已經不一樣了對不對 one貓號 Q Enter 它就會告訴你說 no right since last change 齁 那代表什麼 代表說你 這個資料已經被改掉了 而且沒有存檔 你確定要離開嗎 齁 它會警示你 你這樣是沒辦法離開的 好那接下來你就有兩個選擇了嘛 第一個就是我剛剛的改呢 是臨時的我錯了我沒有要改 我要以這個原本的檔案為主 所以呢再按ESC冒號 Q 驚嘆號就是放棄修改 放棄修改呢 就是什麼 你不改了 那我們再進去扁一次 有沒有 剛剛你改了就會不見了 好再測試一次呢 我把LL O的部分我按I 然後把它拉開 然後按ESC冒號 Q 驚嘆號 Enter 再上去 你會發現它是沒有改的 好那如果你就是 確定要改的 齁 那我改了之後要 冒號WQ Write 寫入跟Q驚嘆號 Q是離開 齁 寫入並且離開 齁那我們再回去 有沒有 它就會寫入並且離開 這樣可以吧齁 這就是VIM的一個功能齁 還蠻好用的 好那如果說你要 去尋找一些東西的時候 可以用 這個 斜線啊齁 比如說 SUDO VIM VRLOG 齁 那我們剛剛 假設我們在VIM 然後呢 VIM Messages 空的 為什麼 Permission Deny 你沒有權限可以去開它 所以它開起來 是空的 所以這時候我們就按 冒號 然後呢 Q驚嘆號離開 然後前面加什麼 SUD 然後密碼 好進來之後呢 資料很多對不對 好那你要找一個東西 是跟Root有關的 假設你要找跟Root有關的 你就是按ESC 然後打一個斜線 然後接下來就是你要找的東西 比如說 我要找跟Root有關的 齁 然後呢 所有跟你 要查取的字 一模一樣的部分呢 就用黃色標示 啊你現在 所找到的位置呢 是用白色標示 所以你要找下一個 那就按N 再按N 沒有你這個Root要按Enter之後 然後你看有不要再閃對不對 有看到嗎 有不要在這裡閃 好那你要找下一個就是按N 它就會跳來這裡了 再按N它就跳來這裡 所以N呢這個動作就是讓它可以一直跑 找到你要的那一個齁 你就不用自己這樣沿途 一直在看那個 很花花的 畫面齁 然後 Q禁單號呢就可以離開 這樣 好這是 VIM底下的一些基本操作啦 大概我比較常做的也是IOA 這幾個指令的操作 然後呢 就打字這樣子 好那 這個套件管理呢齁 RPM是一個 那YUM是 在Centos bar裡面我們比較常介紹的一個操作 那兩者之間都是 不錯的一個套件管理程式齁 那 VIM的好處是它 透過這個伺服器的 這個管理齁 它有一個 VIM的這個套件管理庫 那透過它的好處是它可以把 相關性齁 關聯性的這個 套件呢一併安裝齁 那RPM的話就會比較麻煩一點 你在安裝的時候 你可能要自己搞清楚 其他還有哪一些的RPM也要一併安裝 齁 所以你要先去把那個 細節搞得很清楚 再用RPM去安裝 那 YUM的部分呢是比較簡單齁 所以我們在用YUM 在Centos底下呢 我們比較常用YUM 好那如果說你要去用YUM 把這個 它會對應到一個 這個 這個我們叫做 映射站 就是MIRROR SIGHT 映射站的部分呢 就是你要找一個離你的這個 站台比較近的 這個MIRROR SIGHT來做備份 來做這個套件的比對的話 那你在下載的速度上啊 或者是更新程度上都會比較順 所以呢你可以去把它改成這個 你喜歡的那一個 那如果沒有的話 它就是預設去找 自動幫你找啦齁 它會到MIRROR LIST裡面去找到可用的 然後呢自動幫你連過去 齁所以 如果說你要改成用BASS 就是你自己去指定的話 可以改成BASS 的這個方式 編輯它啦齁 編輯它然後把這個 都可以看到齁 我現在游標在指的這個地方 把這個警字號呢拿掉 然後上面這一行呢 MIRROR LIST的部分 前面加警字號 也就是說我不是透過官網 上面的清單去做 而是我自己去決定的那個 那 以我的經驗來講齁 基本上原本的設定 效果還不錯啦齁 也不會有什麼 不容易更新的問題齁 所以在我看來是覺得還好 但是如果你有特別需求的話 可以這麼去修改它 那記得改完的話齁 假設你有改齁 記得要把它的那個 暫存呢清掉齁 就是 SUDO YUM Clean齁 把它清掉 好 那你在用什麼 SUDO LIST的方式呢 去做什麼 齁去重新檢查 因為你已經把 這個 MIRROR LIST的部分取消了 所以你要重新再建立一個 好 那如果我們要做這個 版本更新檢查的話齁 有沒有拿一些套件呢 齁做了一些更新 那我們就是用 SUDO YUM Checker 然後Update齁 他就去檢查要拿一些套件可以更新齁 那他就 會 產生一個列表齁 他現在就是去拜訪那些 我們剛剛講的那個 套件的映射站 拜訪完之後 然後呢接下來 第二個動作是 檢查有更新的 然後他再去做套用這些更新 好那因為我剛剛才更新完齁 所以這邊就是 Nothing to do齁 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做齁 代表完成了 這是套件管理跟更新的部分 那如果要安裝軟體呢 就是用install的部分齁 假設我們要裝一個軟體 你叫TAIRNET 所以SUDO YUM Install 然後呢TAIRNET 這樣子 齁 已經裝過了齁 所以我們 來 移除掉看看齁 SUDO SUDO YUM Remove TAIRNET 這樣子 那他就問你說是不是要刪除 OK 好 移除掉了 他就告訴你說沒有東西 叫做TAIRNET的 因為已經被你移掉了 所以你要裝的話 SUDO YUM Install TAIRNET 這樣 那他就會產生套件 查到套件之後 問你要不要安裝YES 他就開始裝 有沒有 那裝好之後呢 你可以去看他的 這個操作怎麼操作 好 那TAIRNET 好 比如說到 這是連線啦 往後我們會講到怎麼樣去 尤其是在那個 有件伺服器的測試的時候 跟我講到這一塊齁 好 那移除是用Remove 就 這個 安裝跟Remove 大概是這樣子 以上呢 是檔案 目錄 Linux底下的檔案目錄 跟這個 套件安裝的管理 提供給各位參考